如果因為股市資料很奇怪就是特別慢 是不是他中間有一個驗證還是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換一個假設我今天換成什麼 換成那個就是大樂透的這個 然後裡面找到規則嘛關鍵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改成1 到48 所以回圈的話應該會寫吧你就是把剛剛的程式 其實不太需要變什麼地方 我就把它整個貼上 然後改成本來是 P次股市下載把它改成P次大樂透下載 然後裡面的話其實只有改 網址部分不用改 為什麼網址我直接 拿這個地方貼到原來的位置就好了 原來的東西不用把它改成一個變 因為主要是改什麼 改中間的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原來的網址 他原來的結構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個嘛 把這個特別做 不過你們將來再下載那個 大量的 網頁的時候你一定要找出他的規則性 但如果有規則性呢 就很好解決了 如果那個沒有規則性的那就 處於個案的 你就不能用一般性的來看 這邊有1對不對 1的話呢其實你可以把1到48 所以1到48 那你可以怎麼樣把這個i 放在把它改成1 那改的方法應該會啦 前面講過嘛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再加個i 把它串在中間 中間記得加 AND前後加空白 這裡本來放1嘛 現在改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本來一個完整的字串 切開來 就一個 有點像是那個 一個蛋糕切成兩半中間放個東西啦 OK 中間就串在一起 或者是像一個火車 把它切成兩個火車 一個車廂變兩個車廂 中間要有個連接器嘛 中間就放一個i啦 可能放一個東西在中間 OK 這個結構很重要 如果會的話 很好改 1改完 2的話呢 去抓 它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這個固定的 剛剛是用b啦 不過現在用aOK 那這樣的時候的話呢 其他自動調難關 不用刪除a 所以 我把它執行一下 我發現呢 這個速度快很多 你看沒改什麼地方嘛 啊剛剛那個 P次 股市下載 如果你剛剛的不OK的話 我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請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在這邊有沒有 叫P次 下載股市啦 不然你就拿這個來改可以 然後呢 我們直接來執行看看 剛剛可能打 等於是 1到48的 樂透的歷史資料 你會發現喔 喔跑比較快 而且快很多 有沒有 全部下載完畢了 有沒有 OK 你會發現它從什麼呢 2017年 到20 多少 2002年的樣子 全部的資料呢 就通通幫你下載下來了 OK 那這些資料呢 如果你要分析哪一個 中獎機率最高的話 那我們之前呢 其實在前一個階段 有沒有樂透彩下載 那個就講了嘛 你還可以算出這個所有的 號碼裡面呢 哪一個機率最高 應該會吧 很簡單用 COINF加COINF就可以了 只是說呢 也許你之後 這個日期 這個不用啊 這個 看要不要留啊 如果不留 你另外還可以什麼 把備註刪掉 這個不用了 然後可是樂透彩號碼 可能需要把它拆成 1到 1到6號 所以你要怎麼把它拆成 1到6號 其實這邊的話 這個要把它分開來 分到這六個 最簡單方法 應該 應該記得吧 我們前面有講過什麼 Ctrl SHIP向 不過 向下 然後呢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做資料剖析 選舉這個範圍 資料有個資料剖析 然後剖析的話呢 你可以用分隔符 因為它逗點嘛 下一步 逗點 下一步 那剖析到哪裡呢 剖析到這裡 按完成 全部剖完了 那你可以針對 特別號加1到6 去做什麼 統計啦 馬上 歷年來 樂透彩開獎號 最高的 馬上就可以有結果 OK 甚至後面程式 你還可以繼續寫 一鍵完成 樂透彩分析 那他樂透彩 你可以的話 其實 還有什麼呢 六合彩 有沒有 新彩539 方法一不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不過特別注意喔 剛剛有個有個地方 可能你們會 我剛少講一個地方 下載的時候 可能會出問題 哪個地方 這個 本來我們的股市是 叫 web table 指的是 web是網頁啦 網站 table是第幾個 我們是第九個 所以如果你這個沒改的話 你一下子 奇怪 怎麼都沒有 空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 這個地方 匯入 這個 這個 網頁第幾個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要算一下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呢 第幾個 那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就是把這個網址 一樣貼上 那可能要算一下 第幾個table 貼上 那基本上 看一下 這個執行一下 因為我們在IE版本 可能比較舊 所以會跳這個 那他基本上 他這裡面有 一 二 三 有沒有發現 後面還躲一個 有沒有 四個啊 有沒有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一 二 三 四 我要第五個 所以請你把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 關鍵點 當然如果你將來 你第五個 奇怪了 我第五個怎麼還不OK 沒關係啊 你用錄字聚集 頂多再錄一遍 他會告訴你 這個網頁的web table 你要抓的是第幾個 也OK啦 不過有的時候我都用眼睛看的就好了 不然的話你要再錄一次浪費時間 就知道說第五個對不對 你就不用重錄程式啦 就把剛剛的股市 批市股市下載的部分 這個地方 改成 五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只有改幾個地方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就是 把回圈數量 改成我要下載的 網頁數量 這還蠻方便的 所以你會發現以後你找到規則 而且他的好處是 如果那個資料 會不斷變動的話 那更棒 因為如果不變動的下載一次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 每天不斷變動的話 那更好用 然後這個是 這個我想抓到最下面 主要是這個 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串一個什麼 串他是 網頁的那個 那個第幾個 有沒有 所以他這個地方你可以觀察一下 他112一直到48 在這個 最後一個地方是 web table 其他不用改 就 就可以拿來 去做其他地方的練習 那我是強烈建議 一直 也是 已經是講了很多次 就是一定要 學習 熟練 錄製劇集的技巧 然後呢 再來 學會 加註解 並且修改 你要修改的地方 這樣的話 基本上 你即便不會寫程式 也至少會有 基本的 這個 你要的一個 雛形 然後呢 再來就是修改 不過實在修改不出來 沒關係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實在試不出來沒關係 當然歡迎提問 像我同學 最好是 試了 一直試 還試不出來 但是 沒關係你就問 問我就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想過就問 我可能會叫你先想想看 再來發問 不然的話 有時候變成都是我在想 因為我以前 就變成我很累 以前每次同學一直問 每天就很積極的回答 後來我發現不對啊 那個同學 基本上他都沒有想過 就一直問 反而我還反問他說 你是真的有 想過這個問題 該怎麼 所以即便我告訴你 告訴他答案 他還不太了解 因為他根本沒有思考過 所以 學習跟思考 是兩面的 你學 所以很多人 舔鴨是 就像說現在的教育也是一樣 一直叫你背 背一大堆 就跟你一個人 一直吃東西好了 吃東西不會消化會怎麼樣 很可怕的吧 對不對 變一個很胖的人 但是他不動的 不動腦 也不動身體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思考 像我的習慣這樣 我遇到一個問題 我絕對不會直接看答案 我寧可我自己先想想看 想不出來 放著沒關係 我寧可 因為其實我遇到問題 像這些東西 都沒有人教我怎麼做的 那我怎麼做出來的 自己想辦法嗎 想完辦法之後呢 再整理出一個系統 OK 所以 主要是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OK 所以我現在教你的不是說我固定有一套 而是我把這些東西 解決問題的方法 變得比較有系統 你也比較好了解 但我 以前是直接教VBA程式設計 很多的一些 後來我發現那個方法 好像有點 那個 層級拉太高了 很多同學 症亡率太高 所以我後來已經降低了標準 就是 先錄日劇集再修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 把那個 如何下載 股市資料 不過我覺得股市資料好像有點太慢了 你倒不如換一個 叫大樂透 資料好了 那當然如果跟你工作有關係的 應該有啦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不斷在下載的話 或者你有自己有投資計劃 或者你可能需要每天去看 像 我發現很多 股市 投資族 很喜歡學我這個東西 因為他要能夠很快算出 看到他要的東西 才是 這個 一個關鍵 因為他比如說比人家慢一點的話 那可能那個 就來 就來不及了 所以他很希望能夠自動化 尤其像 自動下載那個網路資料這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也會把 剛剛我做完的 大樂透 批示大樂透下載的這個程式 一樣會幫各位 放在那個 網路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好